歡迎您回到新台灣教育的現場 我們就在六清大火又發生了這一刻 我們看到這一天晚上 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六清發生了公共瓦斯管線起火 之後空氣被污染 雖然台塑方面 六清的說法是說 這些是家屬 他說是沒得到的 這是關於他們的說法 但是在距離不到一公里的余溫 又出狀況了 這個有3萬多位漁苗暴斃 養殖業者的損失30幾萬 懷疑跟大火有關 今天下午雲林縣環保局人員 協同台塑以及海洋大學的學生 來到現場進行採樣調查 這是昨天前天的這起大火發生之後 就馬上發生了漁苗暴斃的狀況 如果您還有一些印象的話 事實上在去年台塑六清發生大火的時候 去年的7月27號 同樣發生類似的狀況 那蛤蜊 蛤蜊基本就是 主牌養不活 損失好幾百萬 甚至當地的稻田都不容易耕種 學徐宗他對我來說 這當地的農田 到底這個土壤有沒有毒 種出來的東西是不是有問題 其實都還需要再進一步的研究 我們來看看農產漁業各方面的水池 魚溫岸邊一尾一尾的鱸魚已經翻肚腐在水面 業者用網子撈起來隨手一撈就是十多條 十二號晚間六清大火 隔天起床就看到魚群暴斃了 那人很吵 沒有人我們不可以 這人很吵 很吵 我不能說這麼大 會死 我不可以這樣 業者手裡拎著暴斃的魚又無奈又難過 這些七星鱸魚魚魚苗 當初花了三萬多元買來放養 經過了半年魚苗慢慢長大了 到現在每尾魚苗成本至少十元 一夕之間暴斃 損失超過三十萬 很吵 因為那個時候風水還吹這瓶 很吵 當然也是很生氣 我不敢說魚很大 會死 這裡距離六清廠區不到一公里 遠遠就能看到六清廠區的煙囪 他們懷疑六清大火農煙中的化學物質或懸浮微粒 造成水質污染 鱸魚苗才會暴斃 下午環保單位會同台塑人員及海洋大學學生 來到現場採樣 調查魚群暴斃的原因 要還給魚溫業者一個公道 三星新聞邱立宏SNG小組與您報道 林先生一手撈起養殖魚池中的文革 幾乎過半都是張口暴斃 林先生說這都是六清廠的 這兩桿子早上就開始出跳了 鼓高興了 現在這都沒有了 這都起來到大手出跳出跳 還跳出來就農去了 林先生說文革對於生長環境水質相當敏感 自從六清設廠後 當地稻田就出現不容易耕種狀況 沒想到這一次火警後 漁苗暴斃 文革池變色 陳大化工系教授陳志勇表示 這次火警重油燃燒產生的污染物主要是流氧化物 後續可能會導致落成酸雨 農民跟養殖業者擔心損失將會更慘重 不只養殖魚池問題居民也很擔心健康會出狀況 聽到環保署提出官方排除化學毒性說法 讓他們很不滿 希望學者專家幫忙提出數據 讓中央排搜六清重視這個問題 三零雄徐璃家 SNG小組 雲林報導 好 就您所看到的這個六清這個地方的一個狀況 我們看到確實石化工業為台灣賺了一些錢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魚苗死了 可以用錢賠 這個文卡死了 也可以再用錢來賠 但是我們的土地 我們土地失去了生機 這要用多久的時間來讓它復原 這是我們看得到的 但人呢 人的生命受到了損傷 就算說這個六清大火燒了之後 以後這個六清地區 麥寮地區的健保費 通通交給六清來付 又怎麼樣 生病的時候 人萬一真的死了的話 這東西是錢也賠不來的 所以我們來看 六清是不是面臨到一個非常嚴肅的狀況了 前一天才做安檢 隔一天馬上跟你發生大火 去年九月才做一個多大規模的督導行動 今年就馬上跟你發生這樣的一個狀況 好 剛剛這個雲林縣政府又發了一個新聞稿 它是針對省市的紅的部分進行說明 這被爸爸來報作是有關於六清廠區毒性物質的監測 跟空污基金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是要強調的 不過這個雲林縣政府有一個訴求 其實是大家來好好地思考一下 他說這個縣政府的看法是這樣子 六清應該全面停工 要求中央委託國際機構 針對六清的管線全面安檢汰換 終極目標就是給雲林縣民一個安全的生活環境 而不是在補助款上來做文章 讓六清的公安問題來嚴重失交 妹妹 其實剛剛看到VCR 看到漁民朋友 農民朋友們 這種看來蛤蟆撒死去 那種艱苦 其實你聽了你看你會覺得非常的心酸 就是說為了一個六清 雲林的多少土地被污染了 居民的健康受到傷害了 那麼甚至於環境是永遠的破壞了 但是我們的政府高層在做些什麼呢 當我看到這個包括蘇智芬縣長他有說 他好幾次他問中央建議說 那六清這事情怎麼一直發生大火 他說得到回應是 工業局告訴他 政府只能要求六清自主管理 他要問工業局 六清的管線需要全面汰換 請問台塑會自主汰換嗎 我要問的是 我不曉得為什麼 今天我們經濟部的高官可以說 這就好像會計師在做檢查一樣 剛剛廣告時間 羅偉就很不高興 他說會計師這個是要很專業的 我們查賬是每一張都查的 如果說你會計師簽證不實 那還要負刑責 還要下台的 還要吊銷執照的 今天你經濟部你居然可以說 像會計師查賬一樣 我這樣問的是說 就像剛剛惠明所講的 前一天才檢查都過 第二天就發生大火何其諷刺 但是又怎麼樣呢 於是他就告訴我們說 不好意思我們只能抽查 對 那我就說多麼不公平 我要講的是 民間的會計師如果抽查不實 檢查不實的話 可能要負刑責 官方的是 不好意思沒事情沒辦法 我就是人力有限 我繼續加薪三趴 請問我們能夠忍受這樣嗎 這第一點要講的 第二點我要再請問一下就是說 台灣的大器不是只有台塑 中間也有 中間也有 都很大的 哪一家企業像他這樣 兩年四次公安呢 意外呢 為什麼 這裡面請問台塑自己 有沒有自己內部企業文化的問題 公安文化你不注意的問題有沒有 那麼我們要問 是不是這裡面也一再的被揭露出來 台塑可能為了要節省成本 所以很多的材料是不是也不夠好 或是管線太老舊 你真的沒有全面去汰換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要請問 政府怎麼可以只跟蘇縣長說 你就要求台塑自主管理 台塑難道是獨立王國嗎 你經濟部不是督導單位嗎 如果說這個企業 本身他的公安文化 都可能有問題的話 你怎麼可能建立在有問題的 自主管理上頭呢 這第二點 第三點 我覺得最糊疑的就是說 為什麼一樣的一間台塑 等美國市場 開大會結果怎麼辦 剛才會面有說 法案是兵兵業 軍人的業 是因為在台灣 你怎麼會在台灣 還會在台灣 怎麼代價這麼輕啊 你能夠在奈發盒 去年賺了一千六百多億 接近一千七百億 只要你處罰他 你給他罰金罰他一百萬好不好 甚至罰一個十萬 他也要向你行政訴訟 請問為什麼法則是這麼輕 為什麼台塑在這邊 就是這樣 姿態這麼高 我們不禁要問喔 一樣一間台塑 難道是我要懷疑的是說 是因為在台灣 政商同盟的力量特別大嗎 那所以說資本家的力量 特別大嗎 無辜的小民們 只能就看著高官們 互相在這邊踢皮球嗎 合理嗎 第四點 我們要講的是 還要再問 你說成立了這個體檢檢查 好 我這邊要問 檢查的委員到底有哪些人 我要不客氣的講 其實政府做很多事情 都成立一個體檢小組 但是親愛學者、專家 很多都跟政府關係非常友善 我坦白講 常常是變成一個背書團 你要不要把這些名字公佈出來 也要負責 是不是這樣子說呢 這第四點要來講的 第五點 我們要來請問的就是說 這個罰則既然是太輕的話 可不可以再重一點 甚至於一個企業最怕的是什麼 你兩年四次大火 你老是這個樣子 甚至於你通報都不通報的 那我請問 有沒有到符合庭公的標準 還是要重罰呢 你到底要怎麼樣 那一個企業感覺到痛 因為當這個企業 如果說它是有問題到說 自主管理 沒有辦法建立自己要求很好的 公安的文化的話 我們是不是應該有 他律的監督機制 如果這個他律的監督機制 既然也就是說 只要是大財團 可能政府就對你放鬆鬆鬆鬆鬆 你等一下會可以 很好做的事情 但是無辜的老百姓們 只能看著死去的文革沒有辦法 甚至於環保署 做出來的態度是什麼 那庭民剛才的庭民朋友說 他說馬上就排除化學污染的意外 他也覺得很熟悉 我在這邊要請問環保署 如果你們真的這樣說的話 請問你有什麼資格這樣講 檢測報告出來了嗎 就先檢測嘛對不對 對不對 第一點 第二點你讓他懷疑 你到底是環境保護署 還是環境開發保護署 廠商保護署呢 那如果這樣子的官員 這樣子的心態 這樣子的態度 我請問 這種的官員 我們只能支持下去 3%薪水加下去 我們自己來做公平 好 我們必須要這樣來看 就是說六清的問題 是不是這個 就好像雲林縣政府所要求的 這剛剛傳過來的新聞稿 就是說應該要全面停工 要求國際機構來針對管線 全面的安檢汰換 是不是 其實縣政府要的不多 就是給民眾一個 很安全的生活環境而已 就這樣而已 那麼事實上去年發生兩起到 那是非常嚴重的 發現這麼嚴重的事情 他們就是做實話的督導計畫 沒有結果 因為你查出71處有問題 只有一個